2月18号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央企业支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 并答记者问 国资委新闻发言人赵世棠指出 目前部分中央摄药企业正在全力推进新冠肺炎有效药物的科研公关工作 取得了一些进展 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正在武汉 北京等地紧锣密鼓的推进 首先是国药集团所属的中国商务 成功率先研制出核酸分子检测试剂核 目前已累计生产100万人份 其次国药集团所属的中国生物提出 用恢复期血经治疗危重病人的建议 目前制备的恢复期血经已经成功用于10名危重病人的治疗 第三 疫苗研发呢 也在武汉 北京 党地紧锣密鼓的推进 目前灭火疫苗的研发呢 正在进行病毒培养 重组基因工程疫苗研发 以完成基因序列的合成 第四 通用技术集团所属的中国医药 目前正在抓紧恢复磷酸氯葵的生产 目前在加大马力保证市场供应 会上在谈及中央企业对疫情防控的支援保障工作时 国资委副主任任洪斌介绍 央企不仅在建筑施工 电力 通信等多领域 全力支援疫情防控 还参与医疗救治 开展科技抗疫 踊跃捐资捐物 并在生产重点医疗物资方面做了重要工作 一是迅速安排部署 有条件有能力的中央企业转产扩产 那么国际集团所属的恒天佳华 它是从事无纺布生产的企业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转产 一用口罩 现在已经形成了110万只的产能 第二呢 是积极利用中央企业产业链的优势 与民营企业共商共建 第三是组织中央企业全力开展 医疗物资海外采购 26户中央企业发挥了 海外分支机构众多的优势 加大力度从海外采购医疗物资 已向湖北地区捐赠海外采购的 医用口罩174.4万只 医用防护服6.18万套 医用护目镜2.7万副 医用手套34.8万双 第四呢 是全力推动口罩机和压条机 等紧缺设备研制生产 会上有记者问 2020年年初制定的央企生产经营目标 和改革任务是否会调整 任洪斌表示 疫情的影响是阶段性的 也是暂时性的 国资委对于年初制定的生产经营目标 和改革任务不会改变 为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国资委将采取以下几方面举措 第一 积极有序率先带头复工复产 全力以赴保持生产经营稳定运行 二是 加强形势研判 认真分析中央企业所说行业 和上下游产业链的形势 强化预测预警 及时制定应对措施 三是 劳固树立 过紧日子思想 加大 降本节之 提止征效的工作力度 四是 指导企业 用好 用逐 国家应对疫情出台的金融 财税等知识政策 把握好后疫情 和疫情后市场恢复性增长 可能带来的机遇 做好结构优化 和稳产 稳收工作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